搜尋 一 二 四 五 水 飢 出 Andrew 節眠會 欸 光臨 啊 光臨 啊 光臨 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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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 咖啡頭節眠會 最近呢 因為新冠病毒的關係 有很多海外的游子 是 他們就是很想回台灣 那個就是回不來 機票買不到 要不然飛機不飛 就是種種癮症回不了家 對 因為這次的這個病毒 其實好像滿嚴重的 然後很多國外人都沒辦法回來 但是我們的新住民朋友們 是飄洋過海來到台灣 對不對 就算沒有病毒的影響 其實我說真的 你們要回家 好像現在也不是那麼容易了 沒有 要回家走路的 走... 你說從台灣走回印度 加油 加油 記得趕快要回來了 對 所以今天他們要來訴苦 說說到底回家的路有多難 其實好比好像過年的時候 有去一趟英國 對 差一點就回不來了 差一點 多難回來你 我真的要先感謝 就是台灣人非常多幫幫忙 就是留言來救我 或怎麼樣跟我講很多意見 因為那時候新聞不小心 鬧得有點大 就是很多朋友 傳訊員跟我講說 看到我在英國 差點被隔離的事情 我那時候只是去 我那時候去到那個地方 因為我到一個比較鄉下的地方 入住那個旅館 在入住之前 他就傳訊息問我說 黃先生 你是來自台灣 那你什麼時候入境的 那時候我已經在那邊 待了十幾天了 所以我就說 我從台灣過來 我中間沒有經過什麼 疫區之類的地方 所以我也待了差不多 快兩個禮拜 所以我應該是沒有問題 此地無音三百兩 沒有問題就說 結果是有 不是 他講了 我問了很多東西 我是真的把它 我甚至給他看說 我有那個 紀錄我每天的體溫 因為我真的帶體溫計去 我就怕遇到這種狀況 你為什麼要帶體溫計 你為什麼要帶體溫計 因為我要去之前 就已經開始慢慢在升溫 那我就很擔心說 出去或回來的時候 會遇到狀況 你是先知 對 然後他就問我說 好 都沒有問題 OK OK 然後我就到那邊check in 到check in的時候 他也說沒問題沒問題 就是一個行事 你入住你放心 就沒什麼關係 他就是一個小家庭 那種民宿之類的 好 我把行李放到房間去 我跟一樣到那個地方的 台灣朋友會合之後呢 過了半個小時 他突然打電話來跟我講說 黃先生 我們好像有收到訊息 是說 直到說那個衛生局那邊 來跟你做澄清說 你沒有任何症狀 我就說不可能啊 怎麼可能會有這種命令 那我朋友他們入住 怎麼都沒有這個狀況 對 他說我不知道 反正你是要先回房間 好 我就回到房間 趕快跟我當地的台灣朋友 就求助 他就跟我講說 好 我們另外一個民宿老闆娘 也是亞洲人 所以他就來幫我 跟當那間民宿的老闆溝通 溝通完之後 他就趕快去行李拿走 趕快走 拿走 然後走了之後 老闆娘跟我講說 因為黑池 黑洞那個地方 對 那個 他的警察 警察比較沒有那麼有權力 所以即便我報警 可能有講不過那個老闆 那時候是因為疫情 剛好快升溫了 所以他們很緊張 他們弄錯政府的意思 政府是說 如果你從亞洲來 有症狀 才需要隔離 你們是沒症狀 我沒症狀其實不用隔離 所以其他人都沒事 但他們弄錯了 我就出了這個狀況 然後我很緊張 就上網求助 結果新聞 隔天就沸沸揚揚了 對 搞得超大的 嚇到我就會不好意思 很不好意思 聰明 每天都有自己量體溫 監控自己的狀況 對 真的也不錯 所以這種不能回家 感覺真的很痛苦 所以大家有沒有一樣 就是從台灣要回家的時候 回不了家 那種痛苦的感覺跟經驗呢 其實我現在的心情 應該就是跟 困在歐洲的台灣留學生一樣 就是根本回不了家 情況就是這樣子 我是每一年過年的時候 買機票回波蘭 因為那個時候就有很多儲銷 價格比較便宜 然後今年你要買票的時候 就在有稍微考慮過 要等到暑假回去 還是二月份就回去 然後整個下學期 等於說是在波蘭過 那後來就大家一起討論 然後就說 好 還是留在台灣好了 然後如果真的 情況很嚴重的話再說 那我們就買了 六月二十四號晚上會波蘭 二十五號 就是端午節 對 就是端午節嘛 對不對 然後我們就看了那個 學校的那個行程表 它就是那個端午節 二十五號連假 那個過後 星期一就是解業室 學校的解業室 對 那那個時候回去的話 那個機票又是貴了好幾千塊 我們三個人回去 那其實差很多對不對 那我也是跟學校的老師 詢問過了 老師說OK啊 沒問題啊 那我們就說就剛好二十四號 今天學校的課都上完了 然後回去 太完美了 對啊 太完美了 完美行程 然後那個機票價格很漂亮 我們就買了 結果沒想到隔天 台灣政府就宣布 隔天嗎 對 就隔天 馬上了 對 我們是禮拜天 有買機票 禮拜天它就宣布 下學期就直接延後兩個禮拜 對 然後這樣就說怎麼那麼隨 這樣子 其實它那個延後的意思就是說 它那個後面的課程兩個禮拜 就會延後到七月中 然後就說 那這樣子 前前後面的兩個禮拜都沒有上到 考試沒有考到 那這樣子怎麼辦 因為它期末考成績就沒有 是不是就不能升小二 然後說哇 那這樣子問題是不是很嚴重的 小一要衝突了 然後就回去學校就問老師 那這個情況我們怎麼處理 那還沒有得到學校的回覆 就已經得知那個 小朋友 七月十四號之前不能離開台灣 可以 對嗎 對喔 好吧 可是問題是 因為我們原本的那個整個規劃 就是六月二十四號回去 然後媽媽 七月初在波蘭由波蘭南部 訂了一個旅館 我們要去那邊就一起 全家一起 也訂好了 已經訂好了 已經訂好了 對 這七月初 要去玩 對 就要去爬山什麼的 對 然後就說 天啊 那這個怎麼辦 我到現在還不敢跟媽媽開口講 妳知道她現在還沒有講嗎 因為這賠錢賠償的 對啊 而且那個情況 其實扁來扁去 也不知道 就怕說搞不好那個時候 又可以飛了 對 那搞不好就已經好了 對不對 所以目前就 那個先進去飛這樣 所以這樣每天都盯著新聞在看 什麼時候 真的 每天都盯著新聞看 有沒有什麼新的規定 那我本來就是 劉爺要去紐約 在那邊鋼管比賽 紐約現在很危險耶 對啊 但是我也不知道啊 你要去什麼比賽 他最近一直在練啊 對 我最近一直在練 然後覺得好累啊 然後 對啊 然後一直努力 我們也沒有鋼管啊 那個好緊張 我找不到管的 好緊張 鉛筆妳可以接受嗎 鉛筆妳可以接受嗎 鉛筆妳可以 沒有接受啊 我也要細一點點 還是下一次妳們幫我辦比賽啊 我就覺得 然後當冠軍啊 我去妳粉絲欄看就好了 那妳之下 3月初是我的 這麼重要 對 韓國也是60歲的 那個生日很重要 所以我本來想要 那個3月初的時候去韓國 所以我們去年的時候 已經訂了那個餐廳 40個人的位置 可是全部都取消了 結果呢 我的媽媽 弟弟 爸爸 三個人親住 還有我是怎麼一起親住呢 對 妳沒有回韓國啊 妳沒有回韓國啊 妳看一下 我準備了 用影片啊 我們再看一下 我成功了 很可憐 這三四個人 看不到人 四個人變成四個人 對 對 很好笑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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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笑 很好笑 對 妳覺得台灣就是他們 用視訊的方式 對 真的喔 我覺得其他的生日沒關係 可是60歲的生日 真的喔 對啊 而且 只有三個人吃 在家裡 而且沒辦法出去那個 好吃的東西 那下次 其實我也跟台灣一樣 但是我是 因為是 我們的搭帳已經留年 所以我們的地場 已經五年都關閉了 結果就 回不去了 然後如果我要回去的話 我一定要到 另外一個個別的國家 然後才從個別的國家 搭公車進來 對 因為我們的地場 都是已經被封鎖了 就是已經滾了 那你隔壁的國家 隔壁的國家 是哪一個國家 沙烏地 阿拉伯跟阿曼 阿曼另外一個 所以一定要 從那個國家進來 然後很麻煩 為什麼 因為你要搭公車 因為現在 有兩個政府 一個是流亡政府 一個是 在內地的政府 所以你要經過他們 就是 非法的政府 他們會檢查 看看你要從哪裡來 很麻煩 然後你要到另外一個部 另外一個 政府 政府 你就要檢查 然後你就大概要 因為很麻煩 因為 從沙烏地阿拉伯要回到你家 要三天 對 然後如果我們說 也是分院的關係 也是有這個麻煩 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 如果假設我是從沙烏地 聽來也要聽來的話 他們也會問我 你是從哪裡來 然後如果我是說 我是從台灣的話 他們不知道台灣是一個國家 他們 所以他們會以為是中國的 所以他們就說 你就不能停來了 因為你是從中國來的這樣 所以我們就兩個問題都有 所以兩個都很麻煩 就原本就有打仗就麻煩 然後這個是 所以就會不去了 回巴西真的是 很可怕 因為要 哪部分的時間都要兩天 兩天 兩天 兩天是最正常的 最便宜的 最便宜的機票 對 因為 你怎麼飛從台北 其實有各種不同的路 可是我最後一次 是一個很可怕的 因為那時候 那個美金很高 然後機票都很貴 然後那時候 最便宜的機票是五萬塊 然後是這樣子 五萬塊最便宜 台北到香港 對 到想干 然後 香港到杜拜 然後一個就是 草地那邊 某一個國家 忘記叫什麼名字 然後 從哪邊到意大利 怎麼這樣子 然後從意大利到葡萄牙 然後 我早就已經沒水了 然後再兩萬塊 所以這樣五萬塊 因為我是分開買 就是從台灣到意大利 兩萬五 然後從意大利到巴西兩萬五 那時候如果是直接 是七萬塊 然後還是要可能是 就是台北到巴西 就是台北到巴西 或者是台北美國到巴西 大部分美國的是最便宜的 大概四萬多 可是 美國就算你要轉機 你還需要 遷陣 超麻煩的 對 所以是另外一個麻煩 然後還要轉機 轉機的時候也很可怕 因為可能 有時候你 有時候那個飛機 就是有五點 然後你要 要跑 要跑 然後壓力很大 真的 我也跑過好多次喔 可是從頭到尾 很多壓力 對 然後有時候還跑錯門 想說 不是這個 然後其實 如果是直接 就可能轉機一次而已 也沒有好到那裡去 因為你會在飛機上 好幾個小時 感覺 你已經不知道這個時間是什麼 對 你就可能 是三個小時在那邊 又 我是誰又在那裡 真的 然後我想說 你不清楚 現在是白天還是晚上 到底是什麼時候 對 太可怕 蕭瑋在世界哪個角落 對 對啊 現在有 台灣為什麼還要那麼遠 台灣為什麼還要那麼遠 西方西那麼遠 西方西那麼遠 好 那雨昕呢 我真的是因為有一次 就是因為工作關係去日本 然後那時候我們回程的時候 就有 就說因為有暴風雨 所以我們就有在機場 稍微等了一下 然後後來我們就 上了飛機之後呢 就好不容易出發了 想說那應該就沒事 然後反正出發之後就發現 就是還是會 有點起起伏 但都還好 但最慘的就是我們在 到了桃園機場 但我們下不去 因為前面延遲的關係 所以有很多的 在桃園機場上面盤旋 對 他們沒有辦法下去 然後盤旋到一個程度之後 就是沒有油了 所以他們就 然後那時候我們已經凌晨了 然後想說 死定了 如果我現在住高雄 我根本就回不了台北 就一定是明天的事情 然後反正就是 又在小港那邊 然後又在 在飛機上又等了大概 四十分鐘以上吧 妳那時候隔天 台北有安排工作嗎 隔天下午 所以那時候就滿擔心 對 那時候我想說 死定了 就一直在心裡在想說 我要怎麼最快 可以回到台北這件事情 然後結果反正後來 機場那時候就決定說 好 我們在小港加完油之後 我們再飛回去 對 然後我們大家就 就是 飛機上所有人都在歡呼 因為超多人不能接受 就是破增在小港 然後反正飛回去之後 又盤旋了一陣子 我們才真的下去 對 然後下去之後 就是一降落到停 然後就是 飛機上的人所有人都鼓掌 超感動 我會遇到有一次 有一次錄節目是 被卡在海關 我們一群人要回來了 然後明明說 所有的藝人 你好像很容易被卡 好像很容易 所以你發現是我的問題 沒有啊 是你的問題 沒有啦 今天現在在拜拜 對 以後外景節目請不要走 我自己以後 我們全新台語 在前面排隊我們就走了 自己居家隔離這樣 反正那時候 我們所有藝人都已經入境了 然後我們就等 一直等著 等不到我們其他幕後工作人員 都沒有 沒有人回來 好不容易等了 大概一兩個小時 然後終於有人過來了 然後我們就問說 發生什麼事情 說卡在海關那邊 我就不講是哪個國家 反正 就那海關呢 他是說當時就是 一直刁難嘛 要檢查行李什麼 就是一直不給過 然後後來就偷偷問說 是怎麼樣 需要錢嗎 還是怎麼樣 然後他說 需要... 然後你要什麼 他就指了一下行李箱 那個時候行李箱打開了 他指著iPad 他就指了要那個電子器材 一些order就對了 對 然後後來是 那個製作單位 就跟他們的斡旋斡旋 導遊在那邊斡旋斡旋 就送了給他那個 很漂亮的我們的一些 做的收編商品 把他就是要拿到那個地方 去送給當地人的 然後送他一大把那個 順便清空那個心理的數量 然後送他一把 他才好OK 過...這樣子 哪裡啊 就有些時候會遇到這種狀況 我們也是覺得 真的 很難意料的事情 還可以一一兩萬塊 太可怕了 哪裡哪裡 很少會有機會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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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在台灣的時候 會不會看到什麼景象 或吃到什麼東西 或是聞到什麼 或想到 想家的感覺 有嗎 想家 美國應該有吧 台灣吃的是沒有問題 還當老 還當老也很老 台灣很喜歡用這個時間 然後在美國我們說這是 軍事時間 你知道嗎 可是台灣都沒有在戰爭幹嘛 軍事時間 對 可是我覺得台灣很有趣 大家都用這個 十四點或是十... 十六點 十八點 對 可是人家的嘴巴不講 所以比如說 姐姐 他們會說 我說好啊 那下午兩點 他說好 兩點 可是他來電給我 都是十四點 為什麼會這樣 難道兩點會半夜裡 你需要說十四點嗎 沒有 我們有時候就就 忙到半夜兩點啊 那天如果 如果半夜裡兩點給我 給我日本 他老公會跟他離婚 你在幹什麼 對啊 沒有 因為我講十四點的話 他是絕對就是下午兩點 不會有別的想法 但如果是七點 我們有時候會講說 是早上七點呢 還是下午七點呢 還是晚上七點呢 對 就十九點 這樣才正常 所以十九點我們才知道 對 可是有的時候 像我 我英文不習慣 他會說你十八點到 有的時候我不小心說 今天八點 這麼晚開始 有什麼聲音 你十八點到 反正四八點到 就是聽起來很像 很像 真的 現在也是不習慣 很痛 對 這種數字的東西 其實這個我有時候 也不習慣 像高鐵的也是這種啊 我有一次看到 是十四點幾分的車 我想說 下午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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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大黑一點 那時候他們打的時候 你在哪裡 我說我在家 我說怎麼在家 我說也不然 四點的啊 幹嘛 他說四點兩點 我說 小燈就出去了 我們也常會搞破 我們講法不一樣耶 我們早上 早上八點那邊 什麼 八點是兩點 對 為什麼 然後我上次回去 我就說八點 他說八點 我又說八點嘛 七點 我哥說是兩點 為什麼八點是兩點 他是用二 他是用二 泰國是用二 裸鼠是什麼樣子 早上 早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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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六點 還不是 八點 早上八點 那早上八點 是幾點 紅紅 就六點 六點 七十六點 八點是兩點 不是 六七 我們早上是 六點嘛 七點 然後兩點 好 九點 九點四點 三點 九點不是三點 對 這是對面的那個嗎 我聽不懂耶 九點三個 好 沒關係 沒關係 因為我學會 我也不會用 回家的路好難 解開新住民 紳士之民 下雨的時候 就會想到家 因為台灣的下雨的聲音 跟那個沙大雨 就是很像 尤其是就墊著下雨 真的都很像 對 對啊 去年 趕藍州的四街盃 那是我非常想回去 因為那是在日本辦 那你就去一下再回來啊 那你就去啊 很近啊 對啊 還是你有暗幾次 還是其實 你十八年前在日本 就已經回不去了 你在等幾次 四十八年 四十八年 還兩年 想和我們稱聰到底嗎 想和我們分享故事嗎 WTO節目會在找你們 只要你是住在台灣的外國人 趕緊撥打破門專線 零二二六五零六三四零 我來台灣已經十七年了 然後十七年裡面就有三次 是非常想回去日本的 怎麼了 怎麼了 不是 不是 第一次是那個 我2003年的十二月來台灣 就第一天 你就想回去 對 太怪了 太怪了 第一天 就朋友帶我去那個四零夜市 然後聞到秋豆腐的味道 然後 我覺得在這個地方是 絕對 冷靜的味道 好得錯 秋豆腐好吃的耶 對 我現在還不敢吃 我現在還不敢吃 對啊 就覺得錯 我這個一定沒辦法 剛下聞到覺得 這是什麼地方 怎麼會有味道 如果我就沒回去了 OK 然後第二次是2008年 都記得 我都記得 2008年 我不曉得幾個 這幾年傷你很深耶 我一個 久不久我上班 就我去店長 是 有一天就 所有的員工就不來上班 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 就可能跟公司不合 你就是店長 那應該是跟你不合 不是 公司跟那個員工都不合 不要那麼直接 所以當天 只有你一個人去上班 那一場都不來 外一場都在 但也沒有用 對 那你很忙耶 你一個人 沒有沒有 所以我就馬上打電話 一月大人全部都去 然後就 我不知道明天他會不會來 第三次是去年 2019 19 19年 就看到那個 橄欖球的世界盃 就有一個比賽 那很好啊 沒有 那是我非常想回去 因為那是在日本辦的 所以我非常想回去 世界盃橄欖球 對...想要回去 那你就去一下 再回來啊 那你就去啊 很近啊 對啊 還是你有按幾期 還是其實 18年前在日本 就已經回不去了 你在等...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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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太貴了 對 本人去那邊也是 沒辦法在很... 太浪費錢了 對 浪費錢 是... 而且真的想回去 就是這個 印象深刻 有錢 好 那你練 好開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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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難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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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每次覺得好慌 他又去年一次 我姐姐在那邊頂換啊 我沒辦法去 我私家私訊 可是我每次在那邊私訊 說 對 大家... 好主機喔 打扮多完整啊 整套耶 對 就很辛苦的打扮 還沒辦法 她都沒妳很漂亮耶 這是我妹妹的 就是因為我就... 好可愛喔 就好想換老公做對了 換老公 晚一點啦... 先不要聊 那感覺不一樣 我每次看到這個地方 經過我都會想家 稻田 因為我是鄉下想來嘛 那妳很常會想家 很常 對 因為我住鄉下嘛 大園那邊很多周邊都是那種 沒有啦 很難有 對 要看哪一天是不是 心情怎樣 對... 可是每次看到我都很想家 每次看到他們在那邊插秧啊 就回想到 以前自己在幫忙 然後走...走路 這個是我要... 我要回我住的地方 是 就是走... 哥啊... 哥啊... 老師 那是沿海喔 今天是沿河 阿瑟 今天是沿海 找到有沒有 我就覺得 感覺好像在我家 對 然後每次喝到 就是因為有那個稻子的味道 我也覺得 哇...這個味道好久沒有 家的味道 對 是家的味道 然後有時候我真的是行去 老師 老師我沒有在聽喔 對 很想...家 我就會走去田裡那邊坐著 望望著看 然後就是跟稻子講說 媽媽 我好想妳喔 那一種 對 然後一看到田裡對不對 割完稻子 看到老鼠 哇塞 好想抓喔 好想抓喔 田主啊 我們泰國會抓田主來吃啦 來吃了 好特別喔 好特別喔 好特別才好啊 有星花 看到星花就肚子餓啊 對 她的地下有的時候 有東西在跑 你就會想要吃什麼 對 就是比較 想見 大家就會看到田 我是台灣下雨的時候 就會想到家 因為台灣的下雨的聲音 跟那個下大雨就是很像 我覺得全世界很像耶 都一樣 對喔 不是... 尤其是只有田地下雨 對 我現在才發現 真的都很像耶 對 對啊 全世界很像 全世界下雨聲音都一樣 沒有 會啊 尤其是台灣夏天會下大雨 我們沿門也是夏天會下大雨 所以還有那個聲音 日本夏天也會下大雨嗎 有... 他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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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迪你真的想家 你要好強嗎 你怎麼會跑去沿門 我都沒有去啊 六年 六年 對啊 還滿久的啦 六年 太想家... 太想家了 好久喔 大家在台灣會很想家 但你們會不會有時候覺得 回家之後反而有點懷念 台灣的什麼事情呢 是的 因為畢竟租台灣從1991耶 1991我剛剛去... 等一下我就不要講 可是台灣有一樣東西 真的太方便 就是 要找到公共廁所 很容易捷運都有 對 然後台灣也是基本上 就算是店你也可以用 但美國捷運也有廁所啊 沒有... 沒有啊 地鐵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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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約跟波斯他們都是 超過一百元的 所以... 哪裡都沒有啊 營養超過哪裡都沒有 好像是有一些有 但是真的是非常少 所以這一點就滿困擾 然後這邊的食物跟美國也不一樣 所以常常我回去 頭一個禮拜會有一點 所以吃什麼東西都腸胃會 那我老公喜歡吃晚餐之後 我們出去走一走 因為我們兩個要減肥 散步 散步 對 那我們散步得到了 差不多二十分鐘 天啊 我開始就... 而且運動會加速 對 開始 然後我覺得 天...我要... 然後那個... 我走一二三 然後那個鋼門要... 老公... 我就... 停在那邊 停在那邊這樣 妳完全不能撞手 我現在說 妳怎麼了... 我說 我的媽呀 我要大便 他說 很快到家 二十分鐘就到 我說二十分鐘 來不及 我去大便了 你看那個有癌樹 在那兩棵樹 有那個美國的 很漂亮的那個草原 有那個癌樹 我去那裡 可以嗎 我先生在想說 你不要... 我說我快不行 在走十步 然後... 超級小步 最低耶 而且我都會走超級小步 對... 很痛 我跟你講 我運氣很好 有一家 他正在轉修 整個房子 所以他們有那種 寶寶 流動廁所 流動廁所 對 藍色的那種 我太開心了 然後我奔跑到那邊 你知道我最可怕的是 妳憋憋不要 對 因為我最可怕的 最好是妳用最可怕的床 對 妳想走 塞到的床 妳在頭部 妳在頭部 對 最後半麻 那個最可怕的 好像妳腸胃有 有比心態 對 快點... 好 算沒有摳 只是那種收支 對 好險 但是我老公也覺得 好險 妳這個老婆真的是太丟了 所以 她再繼續 她再過了 對 她的事情回家了 她想說 我不要人家看我 跟妳這隻狗 天啊 所以她又在家裡等妳人家 她就先回家了 因為台灣很久 是有時候忘記 日本的文化 或是有些 應該要知道的事情 那我上次 我就回去日本的時候 就要再去東京 然後做店家 那店家的時候 裡面就很多女生 好像女生比較多 那我覺得 還不錯 因為很多人不做 對 過了鞋子 所以店家幹嘛 沒有人都比較 很像 還不錯 後來覺得 有一點奇怪 因為日本有那個 女生專用的店家 對 女生 男生不能做 但是我不小心進去了 但是已經店家開始開 我也沒辦法去別的地方 你怎麼可以不小心 他不是粉粉紅紅的很明顯 沒有 你怎麼可以不小心 我都要看那個手機 因為我們最近就已經習慣 就用看那個手機 然後就莫名其妙 就進去而已 對 台灣每次都這樣 所以我就進去 然後就開始殺人 因為很多人開始看我 那怎麼賣 很奇怪 有一個男生在這邊 對 然後我就很丟臉 然後就馬上下一張 我不需要那邊下架 但是馬上又下架 真的 太可怕了 真的很丟臉 但是我現在想到 應該我要假裝 假裝完然後 或是你 好 沒問題 好 沒問題 應該就 可是 可是你有日本口音 沒有 當然不知道 或是你在車廂裡面 就這樣就好了 對 你很聰明 怎麼會比較短 怎麼會這樣 你是短頭髮還是女生 變得壯一點 但我前陣子 有在網絡上面看到一個影片 就是印度 是不是有女性專用車廂 有 然後我剛剛有幾個男生 就是進去坐女性車廂 他出來之後被嗓巴掌 有 對 因為我來台灣 超兇的是 我姐夫生物區機場的時候 就是因為我們 因為印度不是很大嗎 我們不知道 那個是女生專用 就上去 後來一堆女生 就一直打我姐夫 對 他們是現場認真 這樣子打 這樣打 是大家都打嗎 對 打他 後來我又說謊 我說跟不要打我老公 你為什麼姐夫 他說你老公 好 你等一下就下去 就是停下班 超機兇 我們隧道一度坐捷運 電車也要小心 要小心 發展 今天真的太緊急了 好 然後因為其實大家 每次回國的時候 也會有一個困擾 就像是我們有時候出國 也會有這困擾 就是很多親友會說 你可以幫我買那個什麼嗎 可以幫我代購什麼嗎 對 所以你們有沒有聽過台灣人 要你們代購什麼呢 這一題應該很好發揮 對啊 對啊 就是因為一是我的朋友 他的老闆 聽到我們要回去嘛 然後他就想說 好 因為是按摩店嘛 就是他就想說 整個清掉舊的 然後全新買 什麼全新你知道嗎 什麼的都是 泰國的那種 對 然後我們兩個就去買 你知道嗎 然後買一次 他又不是有一家而已 不是只有一家 他有三店 三個店要差不多 六十件 一種六十件 六十七十 差不多 你要多重嗎 然後我們還要做支援車去找 你們沒有叫貨運送 你們自己扛 沒有 當然是貨運過來 可是要去寄的這一段時間 很重耶 對 然後我就心裡 也是還是很...就是 你知道這個多重嗎 對啊 對啊 沒事... 我覺得這也有點過分 他有給你一些手續費嗎 也沒有耶 沒有耶 沒有耶 那個沒關係啦 多少 就是意思...也沒有 就感覺好像好 應該的 應該的 老公回國代購 美國人只在意炒飯 我們有個朋友 他很多年沒有辦法回來台灣 非常想媽媽 所以他跟我老公說 方大哥 拜託你 我給我媽媽買一個禮物 你送給他 他媽媽住在新竹 我老公回來台北 我們要專程 就花了一天的時間 去看他媽媽 去送你 他來看我 要去看我婆婆 我能夠 因為女朋友是這個啦 他有給你一些手續費嗎 也沒有耶 沒有耶 也沒有說 那個沒關係啦 多少 就是意思...也沒有 就感覺好像好 應該的 應該的 就是一起 對 幫忙 不要這樣 太多人都會忽略說 行李王自己回來的時候 有一個重量的問題 對啊 我遇過一個 我一輩子無法忘記是說 那時候很紅就是什麼 插網泡泡籃 然後說在日本買比較便宜啊 什麼的 然後我那朋友就跟我講說 你去日本 可以幫我買那個泡泡籃回來嗎 我說好啊 那個... 買個兩罐OK嗎 他說 不... 你不用買太多 幫我買十二罐回來就好 太多了 十罐這麼大 十二罐這麼大 全部行李箱整個塞滿 我連自己的衣服都要丟掉 後來帶 我就只帶兩罐 我意思一下帶兩罐回來 他說 我幫你買好了這樣子 你再給我錢 他說 怎麼只買兩罐 然後一臉那個表情 就好像我欠他 很討厭 你不認識嗎 不認識不認識 就以前認識 但我記得清楚 數量是十二這樣子 非常清楚 十二罐 我很不喜歡那個 很多人說那個 因為CP值得 我也是 台灣也有 因為有些日本的東西 台灣也有買得到 日本也買得到 然後就便宜 日本買比較便宜一點點而已 對 可能便宜個幾十塊 大家都覺得 很多耶 我想說還好吧 除了他們都沒有上進去 我的聯絡費 真的 對 美國應該也是 台灣人很喜歡買的吧 太多 真的 這個問題已經長年很煩了 然後我已經警告我老公 因為 對 像人家 拜託你這樣 以前 十六瓶的維他蜜 我卡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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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賣 對啊 對啊 可是 不管怎麼樣 因為我老公在波士頓 太多朋友 台灣人 所以要回來 不是說要買什麼東西 我們有個朋友 因為他生小孩 他很多年沒有辦法回來台灣 非常想媽媽 只能通電話 所以他跟我老公說 黃大哥 拜託你啊 OK 好 可是怎麼樣 他媽媽住在新竹 所以我老公回來台北 我們要專長 就花了一天的時間 去看他媽媽 那沒錯 他媽媽人也很好 沒什麼問題 可是就是一天的 他來看我 要去看我婆婆 我能夠 跟我老公炒飯 只有幾天 沒有 剛剛 原來你還能吃這個 還好 控制 對 控制 我們剛剛沒有聽說吧 我們聽說吧 聽說 他做吃晚餐 對 煮菜 炒這個 煮菜 對吧 就是巨星主 帶這個禮物 裡面是什麼 也不知道 因為包裝得很漂亮 所以他媽媽想說送給他 他會很開心 很開心 對啊 他給他 他說 女兒送你 很想你 他打開看一個項鍊 他說 好醜 還回去 不要 不要 他們母女的感情 應該很不好吧 我感覺他們的關係多好 不知道為什麼這樣 怎麼會 他就覺得 這個 我戴這個像黃蓮婆 怎麼樣 這個原因 你 就 你寄回去 趕快 寄回去給他 幫忙買還被嫌 好可憐喔 還親自送 還被嫌 對 還沒有炒飯 對 對 還肚子餓了 還肚子餓了 其中一天都能炒飯 你天啊 幹嘛 那個數字很大 真的 真的 我給一個 一個人買了 將近三萬塊的東西 包包什麼的 結果給他 所有的開箱都貼上去 結果是 將近三萬 他給我二十 兩萬五 他覺得差不多了 有的人講 以為東西他們都不知道得多少 他覺得國外的東西都很便宜 然後匯率 他們又算比較便宜的會議 對 還要算 你們不要算 你們什麼不要算 還有另外的他們 有人托你買東西 沒關係 下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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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住在台灣的外國人嗎 只要你敢說敢秀敢爆料 誠摯邀請你加入WTO簡便會 趕緊撥打報名專線 02 2650 6340 我真的太驚訝 那你現在還會 人家如果要叫人代購 你會嗎 我不要 我硬不要 好可惜喔 本來想要請你幫我 我跟一個人 買了將近三萬塊的東西 包包什麼的 結果給他 所有的 所有的開箱都貼上去 明明知道我有收據 結果是 將近三萬 他給我兩萬五 他覺得差不多了 為什麼 什麼差不多 五千千塊 就不知道 現在當然我們不是朋友 可是 很好 那你可以幫我買東西嗎 我覺得很好 對 包包 但是有些人叫我買東西 他們都不知道多少 他覺得國外的東西都很便宜 就像很多人叫我買 他們覺得 其實它很貴 俄羅斯娃娃買好看的真的好貴 對 我都說沒關係啊 你幫我買 我就送我老幫 然後我需要那個 裡面有瓦特卡的 我說 你開玩笑嗎 你知道這個多少錢嗎 然後它又很大 又很貴 然後我真的帶回來 對 有很重 然後他們說 真的 然後匯率 他們又算比較便宜的匯率 對 你們不要算 你們不要算 還有另外 他們 有人托你買東西 是 沒關係 這個還沒... 還沒... 下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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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韓國 韓國 大家應該也很喜歡 對啊 有一次朋友 請我回去韓國的時候 幫他買鞋子 這個是一個... 這個一個牌子 比台灣便宜那個一半 這是Fila那個牌子 所以他想要買這個 所以OK好了 然後我幫他買 然後回來 還有他四串以後才知道 那觀怎麼樣 雖然我買了他說的尺寸 可是其實每個鞋子 一樣的尺寸也是有一點 鞋型會不一樣 所以對... 對他沒那麼適合 可是已經我們... 我回來台灣 沒辦法退換 我轉換都不行 怎麼辦 我也不開心 因為我... 我好像買不對的東西的感覺 他明明就是妳說的尺寸 可是他簽有還給你嗎 對 他簽給我 可是他也是不開心 結果他買了 他買得到那個... 自己想要的 可是不能穿 可以穿著穿 可是可能很痛 對啊 我也是不開心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下次去韓國的時候 就有尺寸的東西 不要放別人 對 做好 就是沒有尺寸的 都化妝底之類的 都可以 我覺得妳人還是太好了 如果我家裡買 幫我買跑菜 因為我很喜歡韓國的 7-11的跑菜 我覺得7-11的這個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很好吃 現在是在開訂購單嗎 現在已經在開訂單了 很夠 不是這樣可以嗎 然後K 妳這個可以嗎 安妮 安妮 好 7-11的跑菜 謝謝 好 帶過的我要那個 交地的那個 好啦 我們這個不是一個行路 你在幹什麼 他們被我們關注 不能回去了 沒錯... 所以語心妳出國的時候 有幫親朋好友代購過嗎 我覺得一定會 就是一定就是大家知道 妳要出國都會問說 那可不可以看妳去哪裡 然後就會請妳幫忙代購東西 然後比如說去日本 就一定會代購什麼 然後有一次也是跟黃萍那個很像 就是很扯 就我朋友就說 那妳可以幫我買一個 日本藥妝店的一個保健食品嗎 然後他就說也是 然後我就想說 我自己要買 我想說 所以朋友是怎樣 對 我不懂 就大家是以食為單位 對啊 然後我自己要買 所以就會覺得 那我要怎麼塞 就根本就很難塞 那什麼東西啊 這麼瘋狂 到底是什麼日本好物 會讓人想要瘋狂代購呢 什麼東西啊 這麼瘋狂 就是那個 D加C 對 這個好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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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優惡 台灣就有日本原裝進口的 所以就最方便 對 然後因為我覺得 它很厲害就是因為 就是像我可能工作的關係 就是常常會 可能拍夜戲啊會 就是生活做其實不正常 或是日夜顛倒嘛 所以其實我覺得 對妳的身體 或是對妳的皮膚狀態 都沒有那麼的好 但我覺得妳的皮膚遠看 滿好的 我可以近看一下 可以嗎 我們可以一起看嗎 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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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實演員的皮膚 很容易爛掉你知道嗎 很累啊 對 很好耶 妳有化妝嗎 對我本來 妳沒有化妝 妳沒有化妝嗎 我有化妝 很像素顏的感覺 對 就是我覺得就是 還滿開心就是 因為我覺得 就是妳當然一定要擦好 就是顧好妳自己的保養品 當然 但是我覺得妳吃的保養品 也很重要 對 所以我覺得如果妳要 吃東西進去的話 妳一定要很 顧慮它的品質 那因為它是日本 大牌子的一個製藥廠商 所以就是品質的問題 就妳也不用太擔心 真的 因為有時候在買東西的時候 妳會擔心想說 這安全嗎 這好嗎 但這個就可以不用擔心這麼多 但它的 厲害的地方在哪 厲害的地方在哪 它厲害的地方就是因為 它可以補充妳的元氣 然後它可以讓妳有 皮膚有好狀態 然後因為它是 因為它是B加C 所以它就是裡面 會有 而且因為它是以B2為主劑 對 因為裡面有B群嘛 所以它就可以維持能量 正常代謝 還有皮膚的健康 它有維生素C 就是它也可以促進妳的 膠原蛋白 形成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營養 對 但我想問它的大小 因為有時候有一些維他命 太大顆 然後味道很重 我覺得它最好就是因為它 沒有任何的味道 對 它沒有任何的味道 是小小顆的 對 小小顆 對 因為像比如說 如果你有維生素B 比較 就是比較多的話 而且這包裝好可愛喔 對 它就是很小 對 好攜帶 對 好攜帶 它好小顆喔 對 小顆喔 超小顆耶 所以你吃的時候 你就不用擔心說 它會卡喉嚨或什麼 超小顆 我有一些藝人朋友 他算是長輩喔 以前吃幾顆 他們現在還在吃這種 大顆的畢業 那個真的 因為那種很容易卡在這裡 哇 你就吃下去 如果過不去就走了 你這樣不好吞啊 我沒說啊 那種味道很重 那種味道很重 對 那種味道很重 但是因為它就是小顆 然後又沒有什麼氣味 它又很方便 可以讓你學生攜帶 對 所以你就放在包包裡面 你就可以很 很好攜帶 對 很輕鬆的 因為這個我有在吃 就平常你在配水喝的時候 其實你在喝的時候 它根本沒有什麼感覺 它就進去了 就進去了 有些人是不太會吞藥的 對 有些人 對 就是早上一起來就可以吃了 可以 那些好像什麼時候吃都OK 對 有些人那種吃膠囊很不會吃 他怎麼樣 他就是會去咬 他就是控制不了自己 就是會去咬 那這個是你喝下去 其實它就像流汁去進去了 沒有任何的感覺 而且因為剛才我說 就它現在台灣都有在買 所以就很方便 而且現在其實出國真的很不容易 不需要再麻煩別人 對 真的不要再去 你幫我看烤雞點 最近我又吃了 很容易耶 很容易耶 吃完了一罐 一罐一罐 一罐一罐 負責了了 不用不用 吃都也沒有 我又吃了 讚讚讚 我又吃了 讚讚讚 真的 因為真的需要補償 對 而且因為它現在 台灣的那個藥妝店 或是官網都可以買到 太好了 真的 一天一顆 一天 其實它 上面有指示 對啊 都是 一天兩顆 兩顆 好的 所以真的 我覺得有時候 就是不要再拖別人買東西 對 你自己會不好意思 也會打擾到別人 你就不如在自己台灣 好好的補貨就可以了 對 這樣也不會為男朋友 我之前去泰國 真的 我以前去泰國 沒有這樣 你買大蝦 太煩了 天啊 所以我覺得 出國總是會有對不對 是 但是我覺得有時候 大家在各國 都要保持自己的健康狀態 沒有錯 尤其現在是疫情的 就是狀況比較嚴重 大家就是保持好自己的體力 讓自己的免疫力增強 好不好 隨時以後 好了以後 我們就回家了 隨時都可以回家 好嗎 今天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 謝謝 小的Tio節目會下次見 拜拜 好 謝謝你們做事 你們的朋友 快來幫我們按讚 加訂閱 拜託 拜託 拜託